第六节 罗马书五章六节 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 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 第七节 为一人死是少有的 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 第八节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为我们死 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再看加拉太书第二章 再请看加拉太书第二章 二十节 二十节 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 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 祂是爱我 为我舍己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樱坏 祿aine 那 感谢神 让我们在疫情漫年 全球的当下 还能够运用网路在线 上 举开2020年阿根林教会春季灵恩会 更感谢神带领我们 上个礼拜第一阶段两天的网路聚会 肯求圣灵继续帮助我们 让我们每一位的灵性都能够大得造就 今天是第二阶段灵恩会的第一天 这一节还是祷告会 我们在一起祷告之前 小弟想先用舍己的爱做题目 来彼此激烈 没有错 圣经告诉我们 神就是爱 爱是神最重要的特质 所以神所有命令的总归也是爱 如果把整本圣经浓缩成一个字就是爱 只不过神的爱不等同于人的爱 神的爱绝对超过人的爱 超越父子之间的亲情 超越夫妻之间的爱情 更超越朋友之间的友情 这种爱是完全圣洁的圣爱 是何等残酷高深 绝对过于人所能测度的爱 这一点相当肯定 然而问题是既然如此 那么我们该如何来理解 或者说我们该如何体会神的这种圣爱呢 那么我们能够感受到这种圣爱 保罗告诉我们一个非常具体的做法 就是思想主耶稣十日假的救恩 因为在人世间唯一人死是少有的 因为在人世间唯一人死是少有的 因为人人死或者有感受的 或有罪人死根本不可能啊 然而基督却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为我们死 而且是死在最痛苦的十字架上 神的爱就这样向我们显明出来 让我们很清楚地看见 看见什么 包括说 看见祂是何等的爱我 为我舍己 表示 是我们今天要理解 体会神的圣爱最具体的方法 更是我们今天信仰灵修最关键的核心秘诀 那么到底基督是如何为我舍己呢 到底要怎样做才算是真的舍己呢 这种圣爱的具体表现是什么 你这种圣爱是什么 他内涵的真谛在哪里 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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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许我们可以从主耶稣在四福音的角色扮演 还有 在以以赛的识计程中的识计程中的两个面向来了解 首先我们来看看主耶稣在四福音书的角色扮演 首先我们来看看主耶稣在四福音书的角色扮演 所谓四福音就是 就是《Mathai》、《Machor》、《路加》、《友谊》、《佛拜》、《罕路》、《余日》、《佛湾》、《佛祉》 原因》 所以我们和《联系》、《与晓》,《余六本》、《中文》、《环天》、《基督》、《余六本》、《圣世》、《佳永》、《宀祖》、《佛神》、《余六本》、《与佳》、《吉云》、《庸世》、《佳朗人》、《余日》和《福音》、《余六本》 《余六本》、《余六本》。 目的就是要建立神的国也就是神的教会 那么为何一定要用四个福音书来呈现主耶稣的一生呢 难道一个不够吗 原来也有神美好的旨意啊 那是为了展现主耶稣四个不同的角色 是为了展现主耶稣四个不同的角色 马太福音提醒我们主耶稣原本是万王之王大有荣耀就好像狮子一般 而马可福音却告诉我们 主耶稣竟然成为人的仆人 任劳任怨就好像牛犹那样 接着约翰福音提醒我们 主耶稣原来是神的儿子 又是神的本职 他原来是属天的如同飞银一般 而路加福音却告诉我们 主耶稣竟然成为人的儿子 有血有肉 竟然做了魔后的亚当 总的来说就是要强调主耶稣 原来是君王却变成了仆人 强调主耶稣原来是神的儿子 却变成了仁慈 用主耶稣这种非常独特的角色 在神的国里面的基本观念和作法 什么观念 在神的国里面最小的就是最大的 最低的就是最高的 最穷的其实就是最富的 舍弃的才是得到 那什么做法呢 他告诉我们在神的国里面 必须要把超权管束 就是上对下的侠制 改为谦卑服侍 就是下对上的牧养 请看马太福音的二十章 请看马太福音的二十章 二十五节 马太福音二十章 请看二十五节 耶稣叫了他们来说 你们知道 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 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 二十六节 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 你们中间谁愿为大 就必做你们的用人 二十七节 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 二十八节 正如人子来 不是要受人的忽视 乃是要忽视人 并且要舍命 做多人的俗价 这就是主耶稣的做法 也是主耶稣对门徒的要求 是什么 真的跟世上的君王大臣 刚好是相反 为什么 因为我这样做 才能够使人从表面的顺从 转成真正的心福 因为只有这种方法 能够使人从天上来到地上 从人子到做奴仆 从奴仆 从奴仆变成 罪犯 再从罪犯成了死囚 最后为我们吓到硬件 他一路走来 不断地把自己压到最低 从完全属灵变成 有血有肉 并且用这个血肉之体 来承担人类所有的罪恋 清偿人类所有的痛苦 为了让原本有血有肉的人 可以在灵性上得到安全 这种角色扮演的方向 还有他的做法 就是舍己的爱 最具体的表现 这不是说的算哦 是要真的做 再过来是 是尼赛亚在以赛亚书的侍奉 之后精神 我们都知道 旧约有关尼赛亚的预言 都是指着新约的耶稣基督说的 而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以赛亚书的四首仆人之歌 那这四首仆人之歌分别说明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宿上 为了完成神的救赎大功所表现出来的属灵美德 还有他的侍奉的精神 所以在这首仆人之歌分别说明主耶税语尔赛亚书的四十二章 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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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啊我的仆人 我所扶持所拣选 心里所喜悦的 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 他必将功力传给外邦 第二节 第二节 他不宣扬 不扬声 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 第三节 压伤的如围 他不折断 僵残的灯火 他不吹灭 他凭真实将功力传开 第四节 他不灰心 也不丧胆 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功力 还早都等候他的训绘 第一首告诉我们 他是一位拯救者 是神跟我们之间的宗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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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特质就是做仆人 他的使命就是传功力 他的使命就是传功力 所以他必须要千倍 不宣扬也不扬声 他还要满心怜悯 压上的如围 他不折断 僵残的灯火 他不吹灭 他更要忍耐到底 既不灰心 也不丧胜 既不灰心 也不丧胆 第二首 请看 以赛亚书四十九章 第二首 以赛亚书四十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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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看第一节 第一节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二节 他使我的口 如快刀 将我藏在他手印之下 又使我成为磨亮的剑 将我藏在他剑袋 这种第三节 对我说 你是我的仆人 以色列 我必因你的荣耀 第二首 告诉我们 他是一位代言者 就是神中心的先知 他一方面 要传达神的信息 另一方面 要完成神特定的使命 所以他的嘴巴 一定要好像快刀一样 要忠心传讲神的道 要使神的道向 两人的利剑那么利 绝对不能有一点点 自己的意思 同时 他还要成为磨亮的剑 不仅是自己的剑身要正直 那个剑头还要磨得很利 而且还要完全顺服射手的心意 方向跟目标 你需要走 第三首 请看以赛亚书的五十章 第三首 请看以赛亚书的五十章 第三首 主神是我受教者的舌头 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 扶住疲乏的人 主没早晨提醒提醒我的耳朵 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 第三首 告诉我们 他是一位受教者 是一位标准的老师 因为这个受教者 原文就是智慧者 老师的意思 提醒我们 一位有智慧的好老师 他必须懂得 自己先谦卑受教 这样才能够以身作则 尤其才能够忍入负重 忍重道远的教导 第四首 请看以赛亚书的五十三章 请看以赛亚书五十三章 第四节 第四节 他承认担当我们的忧患 背负我们的痛苦 我们却以为 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耐了 第五节 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因他受的刑罚 我们得了平安 因他受的变伤 我们得了医治 第六节 我们都如羊走迷了 个人偏行几路 神使我们众人的罪孽 都归在他身上 再看第十节 第十节 神却定义将他压伤 使他受痛苦 神以他为赎罪祭 他必看见后裔 并且延长年日 神所喜悦的事 必在他手中恨痛 第四首 告诉我们 他是一位受苦者 是为我们 人类牺牲的大祭祀 所以 他一定要为神 也要为人受尽痛苦 将自己的身体打破 担当许多人的罪孽 然后为我们留下 最完美的榜样 因为 只有肯受苦 牺牲的祭祀 才有可能成为 和平尊重的君王 这种君王 不像世界上的 这种君王 才能够存到 永永远远的 以上这些 就是彌赛亚 必须具备的 属灵美德 和侍奉精神 更直接说 就是彌赛亚 自我灵修 最主要的内涵 就是彌赛亚 舍己的爱 的真谛的所在 很感谢神 这些预言 后来完全 应验在主耶稣身上 祝祝祝 就是用这种 舍己的爱 完成了 神的救助 大功 所以 祝祝 使用这种 爱 的爱 写明出神的圣爱来 给我们留下最美的榜样一直到今天 因此今天如果我们要问 到底我信仰灵修最关键的核心秘诀是什么 很多人都不知道说我信仰要灵修你要叫我灵修什么 就是跟随主的角度行 就是要立志为主为人受苦牺牲 就是要学会设计的爱 就是要学会设计的爱 请看更多前书十三章 我们看1 Corintios 第四节 第四节 爱是恒久忍耐 又有恩慈 爱是不嫉妒 爱是不自夸 不张狂 第五节 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处 不轻易发怒 不计算人的恶 第六节 不喜欢不义 只喜欢真理 第七节 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 第八节 爱是永不止息 其实就是要学会爱的灵修 真的用保罗所讲的这个爱的真谛 来言以律己 宽以待人 没有自己 打破自己 再献上自己 就好像主耶稣所说的 要舍己 背起自己的十日下 来跟从主啊 那么我们一定可以完全 就好像天父完全那样 或者一切都免谈 甚至变成空谈 不是吧 sino 做的 都会来一切都在乱 虽然 好 最后我们看两节圣经 来说 第二节 第五章 第二节 第五节 第二节 第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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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 第五节 并且他替众人死 是叫那些活着的人 不再为自己活 乃为替他们死而呼活的祖活 再请看加拉太书第三章 加拉太书的第三章 第一节 第一节 无知的加拉太人 因说基督定时假 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 谁又迷惑了你们呢 有一位信心软热的弟兄 有一次在灵恩会的祷告当中 看见异象 他看到主耶稣跟他显现 却面带愁容地看着他 后来只问他一句话 我这么爱你 为你定在十字架上 你为什么不爱我呢 请问你为我做什么呢 这位弟兄马上在祷告的时候 一直哭啊 痛哭啊 后来感谢主啊 这位弟兄真的从软弱变成刚强 为什么 因为他真的是被主的爱激利了 他真的是将主耶稣定时假的那幅画 活活地活在自己的眼前 不是掉在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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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再一次将主定使家佛化在自己的眼前 我们现在就同心一起跪下道高 好了,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